新庄区复国里也举办了登革热防疫活动 由里长许游美兰亲自发放环保卫生纸跟垃圾袋 在现场还向里民讲解防治的步骤 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参加的里民都说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参加 让他们学到了许多防疫的实用知识 减少登革热在社区的传播风险 乡区复国里举办一场登革热防疫宣导活动 吸引了许多的里民参加 许游美兰里长表示 这次活动主要的目的是 来提高社区民众对于登革热的认识 并推广有效的防疫措施 以减少登革热的传播风险 复国里来举办宣导品 告诉大家登革热 台风过境 我们要打扫环境 防止登革热 大家有责任 环境是大家的 当然复国里民让我很感恩 我的团队我也很感恩 在他们大家共同努力下 我们复国里真的有进步 活动现场里长也借着 发送环保卫生纸很有耐心的 向居民讲解防止登革热的具体步骤 本来我们来做宣导 就是台风过境 我们大家安心要好好 没有登革热 参加里民也说到 通过这次的宣导活动 让他们了解到登革热的危害 并学习到许多实用的防疫知识 防止登革热那个宣导 登革热那个要那个 有寻导清刷 谢谢我们的里长送我们的卫生纸 还有垃圾袋粉丝用 我们今天发的宣导品是 卫生纸以及五公升的垃圾袋 这两样东西是我们民生用品 里民当然领导他们每个都笑咪咪 看到里民的开玩 里长我更高兴 在这里身为一个家长 能让里民这样高兴是很值得的 富国立办理这次活动很成功 不仅为民众宣导防疫登革热的重要性 而且也提醒大家清除积水 使用防蚊措施 齐心协力打造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 期待和重疑的独播导 似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度